客人一口氣就把檯面上的 餡餅買光 這家在高雄彌陀市場的 餡餅攤經營27年生意還不錯 最近卻被網友抱怨 餡餅有問題 有人買到三塊 煎到明顯焦黑的餅 貼文投訴 說店家常常把燒焦的餡餅 賣給客人 而且自己家有小孩 所以要求別放胡椒粉 但還是被加好加滿 屢次購買 體驗感都很差 如果客人來太集中 一忙的話我們會養蛋糕 那會是因為我們小姐 每天他的那個叫職業 職業的那個客戴的燒焦 找到事發店家 當下並沒有看到燒焦餡餅 但老闆娘解釋 人太多的時候 的確火會開比較大 但如果有檢查到 就會挑起來 其實我上次也有買過一次 就是他如果特別教的老闆娘 他們會另外挑出來 他會跟客人說 接手的話 有時候老闆娘 他們會賣比較便宜 發現是這樣子 他又要等15分 等於他要等半個鐘頭 所以有點忙中有錯了 對 對 對 這個我承認 今天要講清楚 很抱歉 我希望我們錢讓我們改善 邊回答老闆娘的手 也是沒有停下來 煎台上的餡餅都是餡包 再漸漸煎到金黃 就是出鍋的最佳時機 但澱粉類燒焦 確實會產生秉興細胺 吃多都有可能造成 癌症發生的增加機會 提醒民眾購買的時候 要多加留意 可以請店家更換 或是把燒焦部分去掉再使用 TVBS希望愛照顯靈運者女文 高雄廠報導